大家知道我最近身体有点舒服 所以今天我们来做慢烤牛腱子 这里足足10斤 花了我5000克 哈哈500块 这次这个慢烤牛腱子 我书面前往几乎是没有配方 只有一些残除的影像资料 但是我通过我的人脉关系 找到了一名世界烤肉大师 他给了我一个配方 今天免费分享给各位 大家不需要给这视频充值 只需要一个赞 牛腱子要选择这种金钱件 就部位比较好一点 因为它是带心 带手蒙烤出来会更好吃 厨房者插去血水 不需要洗啊 高品这个牛肉是不需要 看到没有就高品质 它就有粘性了 不需要水洗 开始腌制啊 加点这个胡椒大蒜盐 这一方是只说加盐黑胡椒 但是我觉得可以加一点自己的想法 这料猛猛下啊 没关系不会咸的 再加一点这个盐黑胡椒 揉搓均匀 腌制一个小时啊 没有我就试一下这个特效 这次我们还准备苹果木和核桃木 就是这两种木它那个 主要是上什么用啊 这个给它清一型库层 加水平泡杯用 烧炭 这次我们慢烤牛腱子的温度要给控制在120度左右 温度不能太高不能太低 现在维持120度给它烤3个小时 每10分钟加一次烟熏木 现在是烤的第120分钟 也就是7200秒 就是两个小时 三小时的前一小时 提罐热油 下黄油啊 油热以后放在蒜末 洋葱末 炒出香味 炒香蕉番茄酱 一中大蒜盐黑胡椒 阳粉 辣椒粉 没事我不要还吃辣 红甜椒粉 半罐的杯枣 再来一罐的苹果醋 用那个纯苹果醋最好啊 但我没有 我就用这个现成的了 黄苹糖根据喜甜度 放个两三粒就可以了 盖盖煮20分钟 煮到第10分钟放点黄灯笼辣椒 其实刚一起饭也可以了 但我忘记了 开始刷酱 这酱子每隔20分钟刷一次 总共刷三遍 尽量刷多一点 这也是给肉降纹 现在这个饰则是非常的威力 现在的牛腱子三小时的状态 现在感觉就很不错了 但还没完 用锡子给它完全包起来 要包得很严实 至少包两层 再烤三小时啊 呵呵呵呵 12.02分 成败再次一举 这个牙签只要能轻轻 扒透进肉里面 就说明它成功 让我们来试一下 该出山了 哇塞 应该是烟迅怀 不过不是很深的 味道才是重点 沙拉 不太对了 感觉不够嫩 跟那个珍贵影像的有点区别 不管这个时间可能不太够 还好我就取了一个 我刚咬那口肉 我估计可能还得再慢烤个三小时 可能我这牛肩也太大了 没有烤的那种就是果冻状的筋 也是很合理的 我们再观察个三小时看看 这好像可以了 这个这个搓得比第一次还轻松 我感觉OK了 再试看一下 再试一下 比如我们第一国出国更嫩了 大大王派是个很真实的人 虽然说更嫩了 刚还没达到金融果冻 我觉得这个应该还要再加两小时 干嘛 我们的炭用完了 所以只能用烤箱替代一下 因为它现在是包气责烹烤 所以只要它的温度是一致的 就不会有影响 大家太着急拿个烧热铁盘 给我手烫炮了 我烤好穷啊 你看它这个质感 各位原谅我特写拍的可能有点疗潮 现在已经5点了 太困了了 真的已经是那个金融果冻的程度 你看看这个金它是那种透明的 上 哇 巨嫩巨好吃 你看看这个金 各位我这么说吧 这个烟熏的牛腱子 比我之前做的烟熏烤牛腱熊还要好吃 它每一口都那种酥酥辣辣 又能嚼它里面很糯的那种金的口感 特别好吃 顺便上没有卖这种烟熏牛腱子 是为什么 不太精油 这个是不是因为成本比较高一点 它现在这嫩到我都展示不了 你看我现在随便一拿 哇 它就很容易散出来 蘸点这个酱汁 它就很容易散出来 不理想非常好吃 各位 我们花的时间大约是12个小时 前面3小时烟熏 后面的9小时都是在门口 有一些小诀窍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大家可以把那个烟熏时间 再增加到1小时 慢烤时间或者根据你牛腱子的大小而来 像我这次的这个说实话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它烤的时间还是比较久 直接烤到它擦牙签的 非常轻松擦进去 你一定要注意哦 一定是非常轻松 这个我真的推荐可以做一下 如果外面有卖的可以去买 因为这自己做的有点麻烦 OK 各位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说的内容 喜欢这视频的话 一定要点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